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氣VIVE 星期一,晨早新聞報傳 天氣旅樂,麻煩你 6月7日,今天一股偏東氣流 正影響廣東沿岸 預測本港地區 今天天氣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31度左右 吹和緩的偏東風 寧岸風勢間中清靜 未來兩三天都會間中有 驟雨和淚報 今天見到小陽光也不錯 嘩,厲害厲害 今天的新聞真的挺有趣 覺得匪夷所思 講了一個比較關心的香港人 就是疫症的問題 17歲少女確診N501Y 有N501Y的 有另一份報紙說到 她的病毒是香港和大陸的個案都沒有 就說她的病毒是源頭不明的 現在她的媽媽確診 她的姐姐也初步確診 說她們游走遍報 就是全港九新界了 很奇怪 很有趣 我昨天跟網友研究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研究我 我就是斥責 譚詠麟說她跑步一班都不戴口罩 然後她有人說 伍仔你錯了 戴口罩是不要跑步的 現在出外做運動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法例說不用的 那你覺得出外跑步不戴口罩沒問題 譬如你中了招 或者有人中招 那你不戴口罩 其實你是在街上播毒 如果你跑步可以不戴口罩 那出外行路是否運動呢 對吧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反智的 然後有些人就說 你不要理你 總之他不犯法 那我說是教壞人而已 吃煙也不犯法 如果別人在一些大歌手 在螢幕上吃煙 又是不是教壞人呢 我所說的教壞人和犯法是無關的 那我就想大家不要每次都 政府說不犯法 那你就自己想吧 有些時候你信政府不害怕 有些時候你罵政府 那你自己想想嘛 那這些不是惡法 是蠢法 我覺得是蠢 是的 那究竟我們經常走的海賓長廊 看到有人跑步 或者走的籃球場 看到有人打球不戴口罩 我自己也感覺上是危險的 因為譬如你進籃球場 你有沒有檢測過體溫 沒有的 沒有證明 大家打球三不識七 鬥球在一起一定是這樣 那如果17歲的少女有這個變種病毒 如果她是打球的 如果她在街上跑步的 她是合法的 她可以不戴口罩 那就傳到周圍都是 有時候不是說合不合法 戴了 你用一下腦子 你就知道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 不要經常說信政府不害怕才行 信政府沒事 真是 做人要用腦 做人要 OK 再說 剛才說過 那個17歲少女 跟她的姐姐說 她的姐姐初步確診 兩個星期之前 探訪過貓之茶房 原來現在這個時勢 還是有貓咖啡 我現在第一次知道 原來她們說 每14天就會為貓咬檢測 原來貓咬也有得做這樣的 疫症的檢驗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那貓確診了有沒有針打呢 我也是說說帶出問題 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時候不用這麼激動 好了 再說 這個東九警總 正在開幕半年 升降機突然急殺 三個警察被困 一個送院 就說是鄭若驊的老公公司做安裝 鄭若驊是誰 律政司 判了給她的老公做 然後升降機就有事了 我也說 我們身處在這個數碼時空 柴灣升降機有事 然後轉過頭 警總升降機也有事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就是在這個程式裡面 如果你不相信宗教 你就可以相信這個 22世紀殺人網絡裡面的程式論 不然這部升降機又壞 那部升降機又壞 經常都是這樣 人就說是羊群心理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這些就不是人為 不知道 天意就是 真的好像程式一樣 大家就好好研究一下這個世界 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 好 再說一些比較搞笑的新聞 在銅鑼灣有個女子被打傷 和寶寶同樣送丸 這樣也搞笑 這樣就不搞笑 因為警方封鎖了大廈 找三個小時找不到 最後發現疑空就躲在床下 很厲害 平時應該是經常打機的 是那些間諜級別 殺手級別 躲在 警察最後聽到有雜聲 在房間中就刮到他出來 昨天晚上九點鐘 銅鑼灣禮頓道 一個叫禮賢大廈 禮賢大廈之前也有報過 又是有其他案件 我都說 還不是system 一名住戶發現走廊有血跡 擔心有血案發生 就報警 然後警方接報到場 在一個劏房裡發現一名受傷的非華裔女子 頭部受傷 抱著個BB 幸好沒什麼事 送了去勒敦寺醫院 發現大廈有不少血跡 不排除施襲的男子依然在大廈裡 封鎖大廈出入口 然後找不到人 最後在床底刮到他出來 同時除了打人之外 懷疑有人致殘 據知男子和頭部受傷的女子的情侶關係 而男子並非嬰兒的父親 很複雜的感情事件 很多人都是這樣 傷了人之後就會自己畏罪 因為最近這些是養群心理 有很多單 之前有個外父和女婿 一個被刺了 然後就跳了 很多單這些畏罪 今天又有一單 涉嫌用鐵錘 搏箱前外母 男子而畏罪上吊 昏迷 在觀塘 落華南村 起華樓 凌晨 警方接獲一名女子 報稱 老母被前夫用鐵錘襲擊 同時鄰居聽到女子呼救聲 趕到現場發現 姓蔡女子59歲的前外母 頭部受傷 姓蔡女子41歲 上吊昏迷不醒 消防員用利剪 剪開解這個男人下來 兩名傷者先後送丸 前妻33歲 消息指深夜時分 前夫登門 然後去到前妻的住所 期間和前外母爭執 拿鐵錘襲擊對方 我的鐵錘從哪裡拿來 有預謀 戴了在身 有什麼理由無端端找到一個錘 你猜她是雷神嗎 然後走到廚房 打完人就拿皮帶上吊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才行 打完人之後 在別人的屋子吊頸 企圖自殺 跟進 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這些就是冤孽的 幾個麻煩 再說 昨天也說 週末週日就有這些事件發生 欺山莫欺水 男子在西貢東芯 東芯是一個地方 東芯是潛水 遇歷身亡 昨天下午四點 一名四十七歲男子 在東芯對開三十米海面 進行潛水活動 期間懷疑 御力昏迷 同行的朋友發現後 將他救起報警 事主由快艇送到黃石碼頭 再由救護車送到威爾斯醫院搶救 可惜反雲罰術 過世了 警方又調查意外原因 有什麼意外原因呢? 浸死了 其實東芯期很少人 雖然他們有潛水設備很完善 水質也很好 海底有很多珊瑚和魚類 就是香港十大潛水勝地 但是依然發生了意外 所以真的 人是不應該 人是不適合在海裡生存的 這是事實 近岸邊OK的 有人研究過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手浸得久還不是起巢皮 是啊 有沒有聽過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聽過 他說那些巢皮就是人類的進化史 他說近岸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些巢皮就是易於 易於 手腳我們也有 易於在那些水的地方爬 沒那麼容易滑 但是你再出一些 你深海就會有什麼 對 就不行 人類就是這樣 岸邊收拾東西可以玩 但是你進去水底那些 一沒有氧氣桶 一揹就死了 一有意外 再說 昨天在旺角那裡 有一輛Benz 被警方擠查 逃去後巷 那個司機 就扔了毒品 應該是這樣 昨天晚上十點鐘 有途人發現 一輛白色的Benz放車 在旺角豉油街行駛的時候 頭腰右尾擺飄移境界 行車不穩 懷疑是 弱價 司機之後 把車停在路邊睡了 途人暗中報警 嘩 都要的 不知道他做什麼鬼 究竟他是暈 還是什麼呢 報警 警員到場 發現 車 但是 司機 看到警車之後 就開門 走了 挺聰明的 去到五十米外的洗衣街 花園 對開 被截停 司機 汽車逃走 走到後巷裡 發現 懷疑 留了一些物品 警方最終 拘捕了他 找到少量毒品 在後巷裡 找警犬去協助調查 調查究竟發生什麼 搜索一下 被捕男子身上和車內都沒有毒品 警方稍後為被捕男子進行毒後駕駛的測試 最後用了六宗罪 六宗罪 涉嫌 涉嫌 阻礙警務人員 就是阻差辦公 然後盜竊也有他的份 不知道為什麼 車好像是偷回來的 駕駛時沒有有效的駕駛執照 就是無牌駕駛 還有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還有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即是GTA來的 找到一張不屬於他個人的信用卡 三包8.5克的懷疑冰毒 還有一包三個懷疑是若縣 這樣 通街都是罪惡的 這個世界 有些途人報警 都應該的 他擺來擺去 怎知道他會不會炒到人 今天的新聞 講到一宗 就是 其實 香港現在不是說 還沒停回港二 現在又修正了 現在就不可以馬上入境 他要有一個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 核酸檢測 但是48小時而已 為什麼你不在關口檢驗一下呢 袁國勇當時好像有研究過 他說你隔離都什麼 你不如直接驗 驗了給他 是陰性就給他過 48小時兩天內 澳門那邊都給你隔離 不知道幾天 要隔離幾天才讓你進來 是不是 那你沒理由 48小時即是兩天內 他兩天內是可以確診的 可以接觸很多人 接觸很多人 香港那些法律是九不八八的 出去做運動 打球 你觸碰人的 大家 記住 容易去下氣 然後又可以不戴口罩 現在你48小時內 陰性證明 就可以什麼 48小時內 可以發生很多事 有些市民就說 政府不是蠢 是報復香港而已 我覺得報不報復很難說 有些蠢一定是 有些蠢也可以報復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覺得香港很多事情做得很差 香港人自己守住 另外深圳龍華區 竟然暫停打疫苗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因為大陸的消息 很難知道 沒有原因的 只是告訴你 龍華區暫停打疫苗而已 還有廣州封城前 有些人已經逃走了 一個浙江的男人 發現是確診的 所以說 人家立刻封城不讓你走 都有人走出來 他們都經常驗 依然是可以 將病毒到處傳 所以說 香港政府把關不力 之前有個汪小菲說 將病毒到處傳 那些就是漢奸 你想想香港那些是否漢奸 需要不需要懲治一下 我們所謂的執法 或者是 弄這些屎招出來的人 有時候為什麼要這樣 害香港市民呢 就是我發覺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浪浪 放我出去留言給like 下條片見 明明